好了你们找回一个十年没有登陆的梦幻西游啊电脑版的89级玩家账号我的天哪找回一个十年没有登陆的89级第5号意外发现远古解议小光武器满满的都是回忆 2005年注册玩到了2012年这他玩的七年时间呢从来没有改过门派修炼呢也是131313啊这个修炼确实挺高了啊20202011年啊 强真也是满失门技能99啊看一下曾经的巅峰89级大堂被扔进了苦心空虚还有还有机会吗啊还有机会这个能出去 帽子逆临项链逆临衣服弱点武器高伤人造腰带逆临鞋子破血在以前的那个版本呢是没有零零式的 当年这身装备已经是小时候的梦想了哇宝宝有四技能的大长腿扶熬没有进阶啊连臂吸头没有变成一个联机低毒高级幸运加神用 套装呢加伤害或者加力量啊这只精神集中低魔心加法莲的宝宝啊真的是满满的都是回忆啊 这只三技能的伤恶是不是野生的啊也是一只存宝宝这只宝宝就更不错了啊带的套装呢是偷其套啊老板终于舍得给宝宝上套装了这是唯一 值得啊配老板上套装的召唤手是因为他有特殊技能第一战神啊这个基本上多血加点有点像野生啊这只因为属性比较差所以我怀疑是野生高级反镇啊和高级神用高级神用可能合上去的 利皮工宠三技能啊一个利皮一个神用高利加点啊老板所有虽然所有的宝宝呢都不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呢都不是特别的高端但是你看他一个细节89级的号给宝宝弄到99本身就是一种细节你知道吗因为宝宝只能升级等级加5或者等级加6啊开箱子所以说他在这找练寿龙得找别人帮忙弄啊好连击吸血啊还来个精神集中啊这个精神集中怎么解释呢解释不了 可能是想打神技拍错受绝了因为精神集中本身就掉攻击低连本身就不如平安好这只宝宝其实一顿操作猛鹿虎其实他不如异技能的好啊看到这些宝宝瞬间勾起了小时候的悔意尤其是立皮凤凰基本上人人都想搞一只 这只宝宝如果只有一个机能带吸血也比现在的搭配好因为低连呢降攻击然后连击的几率还不高精神集中再降攻击啊这只宝宝在家没有夜战没有偷袭再降攻击再降攻击 我对这只宝宝的数据输出竟然有点期待一个1340的宝宝啊到底能打多少血啊一个1340的宝宝通过各种技能的降低应该是得降到了个八九百啊 当年好多宝宝都是这样打输的绝了你插了一本书插了一本低级隐身如果用低级隐身打掉这个技能那伤害还能再低啊 一个字绝 挺有意思啊 当年比武PK连击隐身宝宝经常打一百多的输出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八二雨季的号啊 还有没有点什么储备多套装备里 哦老板真的行啊 这个确实是一个任务的细节大堂 刚才那套是逆临套 这套呢叫做龙娟雨季套 龙娟雨季套的话最牛逼的地方是只有三件啊 五件龙娟雨季的触发几率也不高 你来了个三件 应该是想弄五件但是当时没有那个条件 只能勉强凑齐了三件能用的 你怕自己吃完晚饭以后没有地方消神是吗 还带了一把九十级简易的冷月观赏武器啊 冷月YYDS啊 老板你的审美啊还挺别致的 这身搭配是梦幻第一批锦衣 刚出来的时候也是相当炸裂的 你心目中住着一个谁啊 你能化成一个这样的锦衣 是生动式行驶吗 是天马流行拳 还是子龙的什么 明月松奸照什么庐山生不骂 这锦衣确实搭配的不太好看啊 可不敢胡说 啥都没有啊 带一个小短月就最好看了 当年89期谁能带个发光的简易武器 那绝对是排面十足 我记得梦幻秀出的第一个锦衣呢 是结婚的新郎礼服 第二个结 第一个出的祥瑞呢 应该是双人小兔子啊 好了给十年前没有上号的大堂啊 找回了 抓五千次大海龟就出来了 咱们直播间现在有一万个人 然后 每两个人有一个人上几号帮你抓自大海龟就出来了 你把将军剪了 把账号密码发都公平啊 看下系统的消息 朋友结婚 2014年以后就 2013年以后就很少登陆了 朋友相继卖号啊 而你也在也不会登陆梦幻西游 帮派倒闭 有很多远古的这种啊 消息啊 你这好友你从五丸 李牧 是 百花孙梦 2016年了 2017年了 现在在线的好友 所有在线好友为什么有八个呀 但是刷新不了信息 是因为他没有手机上的还是怎么怎么说 有的用手机上的口袋版显示在线 但是更新不了信息 点击我知道错了 我考虑好了 欠费状态不能领取任务 先充一下点卡 然后再抓五千只大海龟 就能重获自由了 哇 这里面的大海龟竟然与时俱进了 兄弟们 带忽悠的了 哎呀 这凤凰带丽皮的 来出一个小猪八笔 跟你一起刷任务的人 都是如何看待你这只宝宝的技能的呀 连击攻击相对于高连降 没有高头降 精神集中再降 没有夜战再降 没有套装 好 刚才的丽皮呢是两千多啊 换了一只宝宝以后 攻击开始不一样了